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4年2月14号 中国人管今天叫情人节 其实西方叫圣瓦伦丁节 是纪念一位殉道的基督徒的 今天可能没有空讲这个事 咱们就是说一下 今天跟大家聊三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是2023年12月卸任日本驻华大使的锤秀夫 在离任之后撰写了数万字的回忆录 集中揭示了习近平掌权前后的变化 习近平第一次跟锤秀夫见面是在2009年 那个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相当的温和宽厚 但是到2015年成为最高掌权者之后 习近平已经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 一个遥不可及的存在 习近平讲了这个这个锤秀夫 讲了习近平的两点变化 我们一会儿看这个一下 然后我们再做一点评论 第二个新闻的是北约的秘书长斯多登伯格 他呢这个发出警告说 俄罗斯正在准备和北约开战 这是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这个说法其实来自于丹麦和爱沙尼亚的 这个情报组织 这个呢让人不免担心啊 这个就是北约这样一群 有拥合的国家 包括像美国跟俄罗斯这个和大国之间 是不是会真的爆发战争 现在呢北约正在进行一场 有9万人参与的军事演习 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北约现在为这场潜在的冲突所做的准备 那么第三个新闻的是关于秦刚 《华人游报》12号的时候 看发了资深专栏作家 大卫伊格纳提斯的一篇文章呢 据称是采访了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 还有一位呢是跟北京有联系的前官员 还有一名外交官 除了这个提出了过去我们所说过的那些传闻之外呢 还提到了说秦刚和王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还提到说傅小田呢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 这些消息啊真真假假 咱们一会儿呢给大家念叨一下 再做一点分析啊 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呢 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 有网上的观众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咱们现在呢就说第一个新闻啊 前日本驻华大使崔秀夫在2023年离任之后呢 应老牌杂志文艺春秋的邀请 一连两期撰写了数万字的回忆录 细数他在中国当大使四年期间 受到这个中共多次不礼貌的待遇 并详尽的分析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任十年的改变 崔秀夫提到了习近平的两点变化啊 第一个变化呢就是对人的态度上 按照崔秀夫的回忆在2009年的时候 那时候习近平还是储君嘛 呃访问日本 当时呢任中国客客长的崔秀夫呢 就相当于外交部的这个亚太司吧 类似于这样的哈这样的一个机构 那崔秀夫呢 负责安排嘉宾到总理的官邸参与晚宴 当时习近平是在晚宴上挨个桌子去打招呼 等于是七个桌子70个嘉宾 习近平是一个一个的去跟他们打招呼 崔秀夫呢负责带路 说习近平一直绕着桌子 对每个人都非常的礼貌 即使最后呢都花了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啊 他也还是脸上没有丝毫的不满 所以呢习近平那个时候就给崔秀夫留下了一个很谦后的形象 但是呢四隔六年之后到2015年 崔秀夫呢带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 陪同自民党总务会长二杰俊博访华 跟习近平再次举行了会谈 说那个时候呢习近平他已经变成了最高的掌权者嘛 就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存在啊 说相当的难以接近 他周围的安保工作变得极其的严格 因为那个时候估计习近平可能是正在这个 搞这种清洗这个江泽民那个派系嘛 就是抓了很多的高官 包括这个像郭伯雄啊徐才厚啊周永康之类的 所以说他那个时候对自己的安保 当然就非常的在意啊 那崔秀夫呢说习近平的保安戒备明显比胡锦涛还要高 很难近距离接触他 说习近平的气场已经完全改变了 这种对人态度的改变 或者是说这个安保规格的提高 其实就是不受监督的权利对人的一种腐蚀 大家可能都记得咱们上初中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啊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篇课文叫做陈舍世家 实际上说陈舍就是陈胜了啊 就是造反的这个陈胜吴广的那个陈胜啊 说陈胜年轻的时候呢 这个是受雇啊 去给这相当于打短工还是长工吧 去给别人种地 他呢不满足于当一个农民啊 所以他在这个耕种的时候呢 就停下手 说那农活啊 走到高处 然后呢 惆怅愤懑了很久 对身边的人说的这样一句话非常有名啊 叫做狗富贵 无相忘 那别人呢就嘲笑 他说你是个故宫有什么富贵可言呢 陈舍呢就回答说 艳缺安之洪湖之志在 这段话是在史记中登出来是让我们感觉很励志的啊 但是其实如果你真正读史记读到陈舍世家读到最后的时候就会发现当陈胜真的发达了之后 他对人的态度也完全不一样了 当时和陈胜一块给别人种地的那些人呢 听说陈胜当了陈王嘛 就到了陈国 然后呢就去敲这个陈胜柱的宫门 说我们想见一见陈胜 他们这个原文叫五欲见舍啊 舍的话就是陈胜的字 然后呢 当时这个负责陈胜警卫的这些宫廷的宝贝人员 他们就想把这些莫名其妙来的人想见这个陈王的人就抓起来 这些人就只好为自己辩护啊 说我们是他的朋友啊等等 后来那些人就没有抓他们 但是呢也不肯给他们报信 后来等到陈胜出门的时候 这些人拦住陈胜的马车啊 就是把这个道给挡住了 然后呢就叫他的名字 陈胜听到之后呢 才召见了他们 然后就把他们放到马车上 一起带到了宫里 但是这些人呢 到了宫里边 进进出出呢 变得越来越随便的和放肆 经常跟别人讲陈胜从前的一些旧事 于是有人就跟陈胜讲 说您的客人愚昧无知 专门胡说八道啊 有损于您的威严 那么陈王呢就把讲这个话的人 就是指的是那些 说他过去事的那些人啊 就给杀死了 从此之后呢 这个陈胜的故旧之交 就纷纷的离去 就再也没有亲近陈王的人了 陈王任命一个叫租房的人 就做中正啊 任命一个叫胡武的人 做思过啊 这个思过的话 就专门查看人的过失嘛 那么等到将领们攻占了 这个地方啊 前线打了胜仗 回到陈县来啊 去见陈王的时候 如果对陈王的命令 稍有不服从 就立刻抓起来治罪 然后这个胡武啊 什么什么猪房啊 他们就严苛的 去寻求群臣的过失 来表示自己 才是对陈王真正忠心的人 是不是让我们想起蔡奇啊 大概就这样的一个人吧 所以呢就是说 陈胜后来等到发达了之后 他和他过去的那些亲朋故旧 也是相当的疏远啊 就对人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 习近平呢 现在看起来仍然是在用很多的旧人 包括像王岐山呢 像李强啊 像蔡奇这些人啊 但是相互之间的地位已经完全变了味儿了 不再是当年的贫贱之交了 这个跟当时的陈胜是一样的 习近平以前对别人态度谦和 我想也可能是一半真一半假的 我们是无从考证的 因为中共内部凡是要向上爬的人都身自掏灰 他们不会表现出飞扬跋扈的样子 唯一的例外啊 到目前为止 就真正就是毫不掩饰的表达自己对最高权力的规律 而且一直在努力啊 而且就是这个 呃 想要当一个网红一样的去拉拢这个新闻媒体的注意力和报道 那个人就是薄熙来 唯一的一个例外 但是也恰恰因为如此 中共高层没有人喜欢薄熙来 都很担心薄熙来掌权之后 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 这个抓这些 比如说中共以前那些其他别的派系的人啊 就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 包括像温家宝像胡锦涛 他们都知道如果习这个薄熙来掌权的话 这些胡锦涛和温家宝可能多可得去坐牢啊 甚至可能会人头落地的 那这个垂秀夫呢 提到习近平第二个变化就是讲话的风格 垂秀夫回答这个回忆说 在十八大后 习近平一度显得自信满满 倡讨脱稿讲话 不准念稿 说习近平以前在基层工作的时候 也经常脱稿讲话 但是呢 2018年10月份 就是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的 这个第一个年头啊 习近平到 在这个北京啊 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这个时候呢 习近平 竟然当着众多记者的面 你跟安倍聊天嘛 就是谈话嘛 对吧 接见外宾嘛 习近平竟然拿出一个稿子 开始来读 说同一年的次月 前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率团赴京的时候 习近平在接见林郑月娥的时候 也仍然是拿出稿子来读 这就很奇怪是吧 因为习近平过去不是倡导说 这个要脱稿讲话嘛 其实大家知道这个 一般来说 如果脱稿讲话的话 都是一种个人魅力的显现啊 就像 很多人为什么喜欢看这个油管上的直播呢 不喜欢看录播呢 因为录播的话 它有很多的简介和修饰 像我们这样直播的话 特别是像我们周日的时候 会跟大家有互动嘛 对吧 我看到问题之后 当时看到问题 当时跟大家互动 就谈我的一些想法 这种东西呢 就变得非常的真实啊 就是说你很难掩饰自己的这种 呃 就是你的人品也好 你的学识也好 包括你对一个问题的看法 甚至你都没有时间去推敲你的讲话 像我语速又比较快 我就会这么突突突的就这么讲下来 那像我这样的人的话 可能这种讲话是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对中共高官来说的话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一旦开始脱稿讲话的话 可能一不留神就说了真话 像温家宝 像朱镕基啊 就都以前都讲过一些 让大家觉得很有道理啊 甚至是有点感动的 有点小感动的话 其实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是 讲了一些自己的心理话嘛 当然习近平脱稿讲话 就是这个风格现在变成这个念稿啊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习近平腹中空空啊 或者是 或者是事无繁忙 就是很多接见都来不及想好讲什么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习近平也跟其他别的中共高官一样 是不愿意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的 特别是做到习近平的这个位置上 如果你说了一些话 如果说错了 那可能就会变成别人攻击的这个把柄 所以说他只能说一些绝对挑不出毛病 这种话要么就是废话 要么就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话 所以习近平经常讲既要又要 事实上啊 其实隋旧夫提到说习近平不肯脱脑讲话啊 这个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关键点 关键点在于说当政治局开会的时候 习近平能不能自己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包括下面的人 包括其他别的政治局委员 他们能不能够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把真实的想法讲出来 如果政治局开会的时候 大家还是面对面的说空话和套话的话 这个权力机器实际上就处于瘫痪的状态 因为大家都不谈问题 不谈问题的话 当然就不能解决问题嘛 是吧 不过呢 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机会进入政治局 听他们在讲什么 但是从习近平政治局开会的时候 组织政治局学习自己的思想 感觉那也应该是一个无人敢说真话的地方了 正因为大家都回避问题 所以可能甚至很多人都 就是说都不敢跟习近平说一些常识性的话 也没有人敢提醒习近平 什么时候应该开三中全会了 外界猜测三中全会没有按时召开的话 可能是因为人事安排无法定论 亦或是秦刚或者李尚福的案子 还不能做出结论 《华人的邮报》在12号的时候 刊发了资深专家 这个专栏作家 这个叫伊格纳提斯 就是这个伊格纳提斯 他的一篇文章 我看这个名字有点像希腊文 这个文章的话呢 这个重复了秦刚社婚外情和间谍等旧文 此外又添加了一些诸如秦刚拍照彭丽媛 和这个秦刚跟王一世死对头这种细节 文章呢先是提及早已被报道的秦刚和中共大外宣记者傅小田的婚外情 说到傅小田呢 其实不是自己怀孕啊 而是通过一名在美国的待遇妈妈生下一个孩子 估计就是 意思就是秦刚的精子 傅小田的卵子 然后在美国找了一个待遇妈妈啊 生了一个孩子 据称呢这个傅小田可能是这个英国情报机构啊 就是mi6啊 就是军情六处的特工 说呢他的这个间谍活动可能威胁到了秦啊 美国的官员呢 说美国以前的这个官员啊 不是现在在任的官员说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此前曾经就此警告过中共的国家安全部 这里边你要是读这个华人邮报的文章 你会发现他换了一个说法啊 之前的说法是这个傅小田是间谍啊 这个秦刚跟他在一块的话有可能会泄密 然后呢说傅小田策反了秦刚 但是呢当时说策反秦刚是给谁当间谍呢 那时候感觉好像是给美国当间谍 所以后来说俄罗斯的这个副外长鲁登科 为了这个事呢 专门到北京去警告习近平 于是才导致了秦刚被抓 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其实都很值得怀疑 就像我们之前说到的 听到的这个说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到北京去警告习近平 关于秦刚的这个事 这个是间谍的这个事 因为以鲁登科的身份 他是外交部的副部长 他能够见到秦刚已经不错了 他甚至都见不到这个中共的外事办主任王毅 要说他去见习近平 那习近平是不可能见一个外交部的 而且还是副部长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鲁登科真的是想专门到北京去警告习近平的话 他的秘信如何递到习近平的手上 都实在是一个问题 那黄尔的邮报呢 对于秦刚的事实 除了间谍之说之外呢 又给了另外一个解释 就是秦刚和王毅之间有矛盾 说这个秦刚呢 在外交部内部升迁的过于迅速啊 所以引起了同事们的不满 于是呢 他和前任王毅产生了血海深仇啊 括弯括的血海深仇 然后呢 还说秦刚跟习近平的关系是得益于秦刚的妻子林燕的帮助啊 说他的这个秦刚的妻子给彭丽媛做月饼啊 几乎就像一家人一样 说这样的话呢 这种亲密关系帮助秦刚跳过了中国常见的晋升阶梯 并且在相对年轻的时候就晋升为外交部长 秦刚的老婆林燕和彭丽媛到底是啥关系 咱们没有办法去证实或者证委啊 但是如果说仅仅因为秦刚快速上升就引起王毅的不满 我觉得这也不太符合常识 除非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故事 因为大家看到哈 李强和蔡奇也上升的很快 李强从上海市委书记一步蹦到国务院总理 打破了中共从夺取政权70年以来的惯例 因为国务院的总理通常不是通常 过去一直都是从国务院副总理中选 包括华国锋也曾经当过几个月的国务院副总理 就是为了你当国务院总理之前 好歹得把你先提拔当副总理 哪怕当几个月啊 包括这个赵紫阳 这个所以呢 就是说把李强从上海市委书记跨过副总理 一步蹦到国务院总理的话 那当然也是破格提拔 相比之下的话 秦刚还是每一个坑还都走了一下 就是这个每一步都走了一下 然后蔡奇也是从北京市委书记一步跨越到党内二号实权人物 也是跨度很大呀 对吧 我记得当时这个二十大召开的时候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预见到说蔡奇会去进驻这个政治局常委 结果后来那天 大家记得蔡奇走的时候 他是第六个还是第七个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惊到了吗 说这个怎么这个人是谁呀 后来我说这不是蔡奇吗 是吧所以就是说像像李强也好或者蔡奇也好 他的这个提拔的速度都很快啊 并不比秦刚差多少是吧 那他怎么就没跟别人接下血海深仇呢 这个事我觉得西方的媒体每隔一段时间拿来炒一下翻炒一下啊 并没有提供太多的有用的信息 只能够等到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 免出秦刚中央委员职务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看 那个时候中共会给外界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最后呢 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北约警告 说俄罗斯要跟北约开战这个事 这个消息来源的是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的局长考莫罗辛 他礼拜二的时候呢 跟记者说说 俄罗斯呢 选择一条长期对抗的道路 说这个克里姆林宫呢 可能预计在未来十年左右会和北约发生冲突 丹麦呢 则警告说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之内就会和美国发生冲突 这件事我觉得可能性还是不大 因为俄罗斯连吃掉乌克兰都很难 就更不用说跟北约作战了 但是呢 俄罗斯跟乌克兰作战这种现实的威胁 确实刺激了北约各国加大对军事方面的投入 就国防预算的投入 北约秘书长斯多登伯格呀 在国防部长会议上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觉得这番话 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话还是蛮重要的 他说到2024年北约欧洲盟国将总共投资3800亿美元 用于国防 这将首次达到其GDP总额的2% 这个他说呢 我们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 他说这个欧洲盟国的支出呢 正在增加 然而一些盟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因为我们在维尔纽斯峰会上同意 所有盟国都应投资2% 而2%呢是最低的限度 所以就是说呢 这个川普当时去 这个跟北约这个这些盟国开这个峰会的时候呢 川普当时说这个北约的这些各国军费开支太低了 全靠着美国保护他们 当时呢达成的协议就是说 要求北约欧洲的盟国 要这个每年的军费开支要达到GDP的2% 那么2024年的话就跨过了这样一个门槛 当然呢 这个有的国家还是没有跨过 这个2019年的时候 这个集体支出只占GDP的1.56% 2023年时候达到1.85% 2024年的话会真正达到2% 其中波兰支出的是最多 它的国防支出占到GDP的3.9% 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因为波兰跟这个俄罗斯现在马上就直接接壤 中间就隔着一个乌克兰 所以波兰当然非常的紧张 这一次这个塔克卡尔森采访普京的时候 我觉得普京讲了一个让我觉得非常不可理解的话 普京当时说之所以希特勒进攻波兰 是因为波兰拒绝和希特勒妥协 逼得这个希特勒没办法就进攻波兰了 你都不知道普京为什么会讲出这么没有历史常识的话 如果说波兰不肯投降 希特勒就成为希特勒入侵波兰的借口 这个首先这个就是说不过去的 第二就是当德国从西线入侵波兰的时候 苏联斯大林从东线也同时进攻波兰 那么请问当时波兰是做了什么事 让苏联也进攻波兰呢 对吧 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吗 是吧 而普京就瞪着眼睛说 说这个希特勒进攻波兰是因为波兰不肯服从 意思就是说我进攻乌克兰是因为乌克兰不肯服从 那你不是把自己摆到跟希特勒同样的位置上去了吗 对吧 那你跟纳粹德国站在一块的话 你还怎么去指责说乌克兰是纳粹呢 是吧 你还是说讲什么打乌克兰是去纳粹化什么之类的 这就说不通了吗 呃 不管怎么讲啊 就是说这个苏联伯格的这番讲话 就是这个呃 欧盟就北约的欧洲盟国出的这个GDP 就是这个军费呢 已经占到了GDP的2% 呃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就是对川普最近讲话的回应嘛 川普觉得这些北约国家太鸡贼了啊 不肯出钱 实际情况呢 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 讲两天这个塔克卡尔森采访普京的时候啊 普京说了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话 呃 这里面我想说一下 就是普京在接受塔克卡尔森采访的时候提到过一件事 他说呢 我 他指的是普京自己了 在2000年成为总统的时候 在克里姆林共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啊 就是和普京之间有一个会面 然后普京就说 我当时问克林顿 说比尔啊 你认为如果俄罗斯要求加入北约 你认为这会发生吗 意思就是说俄罗斯想加入北约 然后呢 克林顿回答说 这很有趣 然后就是意思就是 美国人 当你你跟美国人说话的时候 美国人一旦跟你说interesting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美国人意思 哎呀 可以了可以了 就是我不想再听了 大概就这意思 所以他说这很有趣的话 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回绝 到了晚上的时候 吃晚饭的时候 克林顿又跟普京说 他说我已经和我的团队谈过了 说现在不可能啊 你们加入北约是不可能的 那这就出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普京宣称说 俄罗斯要打乌克兰 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而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 那如果你反对北约东扩的话 你为什么自己要加入北约 这就是一个悖论吗 对吧 你不让别人加入北约 你自己想加入北约 是吧 所以当时 当时他和克尔森就非常惊奇的问 普京说 你你你你你是 你是真诚的吗 对吧 你真的是想加入北约吗 普京回答说 这个我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啊 说不是他没有回答说我要不要加入北约啊 他说他说这个那他们不让我加入 那卡尔森就追问说那如果他们同意你加入的话 你会加入北约吗 普京回答说如果他答应了和解进程就会开始 但他没有发生 这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点哈 就是咱们除了刚才讲到自相矛盾 说普京反对北约东扩 然后自己又想加入北约 这是第一个矛盾的点 第二个矛盾的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 普京说他们没答应我 所以我就不加入了 然后我开始更加反对北约东扩 那可能有人就会说 那如果当时克林顿答应了普京 让普京加入北约不就完了吗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加入北约的话 哪是克林顿一个人说了算的 大家知道要加入北约的话 是需要北约所有的盟国 每一个国家都同意你才能加入的 为什么要等到每一个国家都同意 才能加入呢 因为北约是一个共同防御条约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攻击 就将视同于对所有国家的攻击 也就是说我让你加入的话 那么如果你被攻击 我就有义务保护你 我就有义务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意味着就是说你可以因为一个其他别的国家的战争 把自己的国家拖到战争里面 或者拖下水吗 那你当然就得非常非常的小心 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国家他要加入北约 但是呢这个美国同意了啊 但是比如说爱沙尼亚不同意啊 或者拉脱维亚不同意 俄罗斯加进来的话 那俄罗斯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我们岂不得为俄罗斯去作战吗 我们不愿意 这种情况下的话 俄罗斯就不可能加入 就拿着举一个例子哈 就是说北约并不是你想加入就能加入 也不是美国同意就能加入 一定要所有的北约成员国都同意才行 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其实乌克兰即使想加入北约的话 北约也那个时候就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其他别的国家也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加入北约有很多条件哈 咱们刚才说所有国家都同意这是一个条件啊 还有一个条件是国防部长需要由文职人员担任 就是国防部长不能是军人啊 不能是一个好战的人担任国防部长 还要求什么呢 要求你这个国家和邻国之间没有领土争端 这个事也难啊 你想这个俄罗斯跟其他别的国家有多少领土争端 跟日本还有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的 对吧 那中共是放弃了 其实跟中国之间你有很多领土争端 那包括这跟乌克兰和这个格鲁吉亚等等 都有领土争端对吧 那你这种情况不解决的话 怎么可能会让你加入北约呢 你想加入的话也没希望嘛 然后的话还要求这个武装力量结构和装备符合北约标准 就是可能估计你也不能太弱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条非常非常关键 要有健康的国内民族和人权关系 要加强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对话和合作 要保持国内长期的政局稳定 这方面的话 这个咱们俄罗斯知道不知道 这个符合不知道 中国肯定不符合是吧 那种健康的民族关系 中国现在跟这个新疆人 新疆之间这个维吾尔族的关系 汉人跟维吾尔族的关系 在新疆是很紧张的 然后你的人权也不能够达标是吧 这个是俄罗斯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党派之间的政治对话和合作的问题 你想俄罗斯从普京当了总统之后 2000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4年了 所有的反对派 多少反对派的这个政党的领袖被克格勃下毒 然后甚至可能这个被抓到监狱里边去 像这种情况的话是民主化程度不及格 这是不能够加入北约的 OK 还有一个的话是什么呢 还要是这个要坚决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 这方面这个俄罗斯寡头 大家都知道那些那个就是这个能源大亨啊 那他们都是跟政府勾结的 非常腐败的是吧 就是实际上普京你就算你想加入的话 那别人不让你加入的话 是因为你不符合条件对吧 符合条件怎么办 不符合条件的话你改呀对吧 你改把自己改合格了不就完了吗 你把反对派从监狱里面放出来对吧 你如果有政党问题啊 或者是你真的是能够有这个方法去打击腐败等等 你你满足了这些条件的话 你才可以加入啊 所以普京当时说啊 他们没让我加入 那没让你加入的话 原因是什么 你有没有做想进一步去加入北约的努力 对吧 你这都没有做 那我觉得那就不是别人的问题 是你自己的问题嘛 所以就是说看那个Tucker Carlson对普京的采访 你会觉得里边普京讲了很多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话 或者是说觉得在这个逻辑上有有有有这个challenge啊 就可以被challenge的话 OK好 今天呢就跟大家讲了这么几个新闻啊 最后想感谢一下新加坡的林先生一家 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 好了 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有深度的话呢 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 汇城巨著 百家大义 唯唯到来 敬全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 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 以引人入胜的故事 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战智慧 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 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 前瞻未来的风云 今天就登陆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